一邊講著電話 一邊看著摳機中朋友傳來的訊息 其實許多國片都有類似球段 不過現在很多年輕人 連看都沒看過 以為記者身上這個是記不棄 或是馬表馬 那就大錯特錯 它可是1990年代 封名全世界的BB扣 還沒有一個巴掌大的黑色機台 只有簡單幾顆案件 卻曾經讓百萬人 愛不釋手為之瘋狂 就是它BB扣 基本上一支應該是千把塊 到幾百塊都有 因為它有一些廠牌不一樣 那基本上它是在1995左右 那時候很盛情 就是每個人有一支BB扣 就很炫很炫 最大的品牌應該是Motonona 其實台灣最早的呼叫器服務 是從1976年開始 起初只能接收 傳送簡單文字訊息 範圍警線台北 但從1987年開始 使服務推廣到全臺 1988年更提供更多加值服務 最後更進展到可以傳中文簡訊 股票行情 金融資訊 外匯匯率 氣象新聞 交通狀況等等 搖身一臂成為最潮神器 像就是用數字來編 編說我跟你的代碼 還是我跟你的暗語 什麼的 有三應該三五年應該 後來就是出來那個什麼黑金剛 從那裡就開始越來越少了 1990年的BB扣用戶數更達到了432萬 但後來因為行動電話逐漸普及 在1990年後半段開始沒落被黑金剛取代 2011年台灣呼叫器用數約105萬戶 但真正使用到該功能的用戶只有10萬戶 因此NCC決定呼叫器功能全面停止 2011年12月31號中華電信呼叫器服務正式走入歷史 就連醫師蘇伊峰都發文表示 醫師大概是最後使用BB扣的族群了 因為有部分機器會受到電磁波干擾 因此無法使用電話 而現在相關機器也衍生為百貨公司美食街 常見的取餐呼叫器 儘管現在較少人使用 但BB扣依舊成為許多人曾經的喘愛神器